我們看這一題 它要你求通過這三點的平面晃智四 那我現在就把AV連起來構成一個向量 AV 這個等於多少呢? 這個的話,這個減是3 0 這是6 那我可以取多少呢? 取這個 1 0 2就可以了 我只要取它的方向 然後呢 AC 等於多少呢? 這等於這個 這個 就是 5 負3 7 然後呢 這兩個向量 我把它取外積以後 這個外積這個向量的話呢 跟這個垂直也跟這個垂直 也就是說 這個向量取外積這個方向的話 它垂直呢 這三點所在平面 所以這個就可以當成是法向量 也就是說法向量 你看齁 就是什麼呢? 就是這兩個向量呢? 取外積 好 取外積的話 就這個減這個嘛 所以是6 這不看 10 減掉 7 就3 這不看 這個減這個 就是負3 好 那我取小一點 就是2 1 呼1 這個就是它的法向量 所以呢 這個平面方程師喔 我可以寫成2x 加y 減進 等於k 然後呢 這三點都在上面嘛 我就隨便取一點 這一點 這一點是在平面上面嘛 我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用這一點帶 這一點比較好帶 0 2 1比較好帶 帶進來的話 這0嘛 這是2 2-1 這等於1啊 所以的話齁 這個平面方程師就2x 加y 減進 減1等於0